全部都不見了 那再來還要做什麼呢 我要把那個我剛剛講的就是這個日期 複製到上面去 然後並且把格式變更 那這個我前面寫過也是一樣 我們從 這個時候就不用 不是刪除列所以不需要顛倒 那我就從頭 從第二列開始 那我需要什麼呢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做什麼呢 這個地方可能會多一個 這個一個MOD 這個MOD是除以多少 的余數 那我如果今天假如說呢 我要複製的那個儲存格基本上一定要是2 5就是之間間隔3嘛 5然後再8有沒有再11 那如果說我要這個規則的話基本上我習慣什麼 第一個先把它原來列號減掉OK I減掉2 把它歸0嘛 他減掉就比如說2的話0 除以3的余數是不是是不是0 0除以3還是0嘛 如果5 5減掉2 就變3嘛 3除以3是不是 0 4 如果符合這個規則的話 才去做 意思是說 我只有針對 2 5 8 11 因為他剛好跳著剛好3 所以以後如果你的資料裡面剛好是有規則性 要跳著 每跳幾個的話 那你可以用mode3 mode 不是3的話 那如果 這個規則是其他數字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個地方做一個修改 這招其實還蠻好用的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的話呢 快速的把這個日期複製上去 並且把它格式 全部都更改了 OK 執行一下 那寬度不足 把它拉寬一下 因為這個 全部都緊緻 表示寬度不夠 好那你會發現這個 就是完整正確日期 所謂的